今天玻璃市路路交通局展开轮胎行动 在一个小时之内检查了30辆萝莉 最后发现这些轮胎竟然都是违规的复兴轮胎 如果这些萝莉上路时 轮胎的外层脱落 可能就会酿成交通意外 根据1987年路路交通法令 使用复兴轮胎首次违规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 重犯者将会被罚款不超过4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12个月 会两者兼施 为了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当局将会定期展开突击检查 业者和司机也受处 不要为了省钱而使用复兴轮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